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大家好 扎里先生好 这一次没有讲查理先生好了 那么实际上也经常有人叫你查理先生 你是不是也习惯了 我习惯了 我基本是不改变 不更正 这个你还是懂得做人 习惯每次打招呼每次见面都要解释一遍 太烦了 那你能不能今天解释一下为什么扎是准确的而查是错的呢 因为中国有很多字是 他 有两个读音嘛 用在信上另外的读音 用在这个 平时动词名词上又是读音 这个好像还是很多的 我小学里面有一个老师我们都叫他丹老师 后来才知道这个读善 我们从来都叫他丹老师丹老师丹老师 我都大学毕业以后才知道这个不读 在信里面是读善 那这个我现在这个信也是大部分人 绝大部分人都读查 有文化的人 有文化的人会读 信上面应该是读家 我在昨天的一个点点今天事的节目里面专门讲了触别字的问题 中国的文人长期之内 就是缺乏一种真正的思想的机会 所以呢就要显示学识 而学识最需要讲的就是 寻求错别字 当时候的 在中国做媒体的时候审报啊 就是审委的机关报 每天早上都会把这个审报 一版和四版 二版和三版 放在两个地方 你应该很熟嘛 明天大家就在用红笔去改 我就在讲,你们改的全部都是作别字标点符号,就不改一下这篇文章整个都是错的 我相信你们能够理解我的说话吧 这个文人对吧 他文人 标点符号不重要的 技术性的他管 对对对 他真正核心的内容 他反而不管这个 这是一个问题 OK,大家好,大家好 我们今天是 明镜历史台,明镜火拍做的人生之中节目 这是我继续对扎利先生 进行长篇系列的访问 今天是进入第五集 一般来讲访问人物最好是做15分钟 甚至最好是做10分钟 如果你 做一个很长的节目 你观众要看起来也是很累的 但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么长呢 原因就是 这个节目不是讲一个人的光辉的一个世界让大家记得住 而是要回顾 在中国的某一些特殊的历史的阶段 这批人是怎么活过来的 这批人是怎么在 这个人生过程中的故事 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技术的话 若干你之后 人们就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去理解了 像我们 上一次讲到 考上大学 然后就开始有点讲学学的老师 结果我的好几位朋友 老大哥就跟我说 你告诉扎立一下 告诉扎立先生一下 他们学学是很有专业水准的 在我们现在很多大学 包括当时的很多名牌大学 学校没有几个正式的 受过博士顺利的 虽然有的教授 有的确实是教授 但是都是本科 就当了教授时间长 那么甚至多数的老师是功能兵学生 因为没有私自力量 没有这个私自力量 尤其在七七和七八届 所以你看看你这个节目很有共鸣 在这一队人里面 这一队人 像您这样还是在战斗的第一线 还在新进的工作 很多在中国大陆的七七届的很多已经退休了 已经认为自己是个老头了 对吧 又想写一些东西 有很多跟我写了很多书 我是做出版的吗 那么后来很多书很难出版 很难出版 你从书的角度来讲 一个是现在书已经不是一个流行产品了 第二个就是 你这个受众啊 年纪越来越小 越来越少 年纪出来了 但是视频 电视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可以非常形象的 真实的而且可以长时间的把这个细节记录下来 所以我这个节目还是 希望你讲一讲细节 你们七七七 那么你介绍了你的同学 介绍了你的老师 你这一季能不能讲一讲 你这个读书 别搞了半天真正读书的事情没有讲 可以啊这个 学校里面进来 然后呢一共四年嘛本科 然后中途呢跟老师啊之间有 很多这个理念上的分歧 那学生毕竟是学生 不管老师怎么说他们还是会有好奇心 要去学新东西嘛 然后我前面讲到这个 西方的影响 西方影响这个 国外的这个很多 现代艺术 对我们产生的冲击 比现在要大很多 因为现在 文化交流了 有了互联网 看到东西多了嘛 那时候从来没看过 这个抽象艺术 所以要去 不是抽象艺术 你们第一次喝可乐鸡 第一次听音乐 都第一次 那现在这个年轻人 几乎就是互联网上长大的 他其实是没有国界的 那个时候是把世界跟中国是 割裂的 门一打开 看到外面的世界完全都是不一样 对 那我们到了学校里面到了第四年 刚进学校的时候呢 大家都不了解啊 老师觉得这帮学生怎么这样的 然后呢我们进去 这么好的学校里面 老师是这样的 有这种 也是一个相互的 了解磨合过程 后来发现老师们就这样 学生们就这样 但是学生毕竟是学生 老师就是老师嘛 那么到了 差不多第四年 第四年 其实我们是蛮收敛的 因为老师不断在在讲 毕业 毕业 你要能不能毕业这个权利 是我老师手里 最后 一道关 你们能不能过 一直警告一直警告 所以到了第四年呢 我们也知道 你也不可能去改变老师 这两边是 不可对话 那我们采取的方法呢 就 就少讲 你真要是搞这个现代艺术外面找个工作室外面才懂 不在教室里弄 老师呢觉得你们肯定还有什么瞒着我 他想知道 反正这个到了第四年这种气氛就变得比较的 更加诡异 最初是很明显 后面就慢慢变诡异了 然后也发生过一些事情 也是 这很诡异的发生 第1个呢是有一个 叫政治课的分拨 你们也上政治课 大学嘛今天也上政治课 不管你是学文科理科都得学 你学艺术也得上政治课 所以 大师的那一年的政治课 我记得是暑假嘛 过了暑假夏天 那时候教室里面是没有空调的 那么下午上课热得要命 有一天上政治课 上课铃声过了大概有10分钟 这个教室里面只有三个人 我现在都不知道是不是当时 通知里面把教室通知错了还干嘛 但不大可能反正 教室里面三个人 台上 老师 第一排一个同学 然后呢我呢 选择最后的一排坐着 就三个人 然后又等一会 又等一会 前面那个同学第一排那个同学站起来 头也不回 招呼也不打走了 所以整个教室里面就剩下两个人 前面那个老师和我 然后那个老师就 离开讲台走到我这个位置旁边 两眼这个 泪花花的这个问我 你们 为什么不喜欢上我的课 然后你知道我那天啊 那个 那个此时此刻我告诉你我心里面真的很得意 最好的学生 对吧 所有的学生都 都没来 啊 唯一来了以后 也走了 只剩下 老师和我 我多么好的学生 对吧 所以呢 我觉得心里面有很多话 一直也讲不 讲不完 所以我跟老师说这样 我明天告诉你 当天晚上呢我在寝室里面 给这老师写了一封信 写了大概至少有七八页字 第二天一找 我找到他 把信给他 他拿开一看 这么长一封信啊 说说我要好好的这个读一读 我读一读然后我来找你 那这老师从来没有第二次在来找过 然后我现在回忆起来啊这封信啊 这封信其实 我是蛮想表现我是个好的学生 也蛮想帮助这个老师好好的 继续上课啊 这里面大概有一些内容 里面 有有有相当一段是讲到 我们怎么理解 马克思主义 我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 就讲马克思对吧 但是我们也知道马克思呢有他的 来源 英国的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 德国的古典哲学 黑格尔康德 还有这个什么 空想社会主义什么费尔巴哈 那么在那个时候其实社会比较开放吗 后来也知道有后马克思 60年代70年代 什么包括佛罗伊德 都都跟马克思能够挂上钩 还有谁还有当时我读过一些书 包括那个叫马尔库塞 新马克思主义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学校里面光是教马克思啊 好像 教了这么多年 还这么教 是不是能够换一个方法 你教一点这个亚当斯密 教点黑格尔 教点马尔库塞 把马克思放在一个历史的长河当中 让我们理解 然后还有新东西交给我们 可能 你的客会 更吸引人 这是 一点 第二点呢是 当时讲到马克思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著作 自然变成法 自然变成法 是讲科学啊 讲大自然啊 讲这个 进化等等 这里面据说有很多错 因为这本书啊 都100 100年以前了 这科学进步是很快的 哲学的话 你从古希腊到现在基本是没有大变的 孔夫子到现在也没什么大变的 这个都是 思想上东西很多老早定 科学是不怪不断通过 新的这个仪器设备发现 新世界100年以前的科学的论注 到今天 一定是有很多 漏洞啊 被证伪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 以这个 马克思主义的胸怀 把错误东西指出来 把它修正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不会怀疑这个我到底读的东西对的还是错的 好像现在很多人说 这里面很多错 那你不能将错就错教我们错 对吧 应该有马克思主义的这个 大度的精神嘛 来来自我纠正也行 这个发展也行 这也是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我到今天都觉得是非常英明了 因为共产主义的 理想是按需分配 你想要什么 你就得到什么 但是我们人呢 我们人的这个欲望是无限的 你要一套房子 我要两套 你有三辆车 我要五辆车 对吧 所以 我当时一想这个东西 如果地球上有这么多人 每个人按需分配的话 地球上就根本就没有这么多资源 那个时候还没讲环保了 我们今天要讲环保的话 按需分配根本就是不可能了 所以像这些都是我们当时的学生 思想当中的一些迷茫 我觉得这个老师很好 他应该很理解 我是你最好的学生 跟你讲心里话 对吧 告诉你 然后呢 他拿了这封信说我要好好的看看 我在来找你 他没来找过 有可能 这个政治客风波这封信也造成了我后来被 开除的一个理由 因为我最后是不知道为什么理由开除了 但是这个是 我后来 离开学校很多年以后 碰到了一个 当时学校里的也是一个领导 后来也是退休 退下来 那私下可以 作为朋友聊聊 他告诉我这个老师 后来呢 把我这封信 把我这封信里面 断章取义的一段一段抽出来以后呢 给学校领导 党委 打了一个报告 就说这帮学生呢 有组织的 有理论的 有计划的 有系统的 反对上政治课 反对马列主义 这个完全不是我的初衷 我觉得每一个年轻人他一定有迷茫的地方 一定有求知 一定有希望得到老师帮助的地方 所以我很坦诚的 跟这个老师说了 而且我 想当然的 以为这老师 本来你来问我 你们为什么不要上我的课 我是唯一一个在场的 这么忠实于你的人 告诉你 我们的一些思想 这么交流的 最后变成这么一个结果 所以 政治课 风波 也是大事 这位老师他在美式学院 他本身是有美式背景吗 没有 他就是 是政治教育系这样的背景出来的 对 十环大学的政治教育系 应该是吧 他哪个大学毕业我不知道 反正他就是一个 没有美术背景 完全没有美术背景 也没有审美能力 只是教政治这个政治老师 这个老师现在在吗 我不知道现在在不在 我估计可能还会在吧 因为那时候他年纪也不大 他也没当上领导 被提发 应该没有 我觉得这种性格大家就决定了 为谁 学生都不要他当 当老师什么领导怎么会让他再当领导 如果你要当领导一定在学生当中能够 呼风唤语的这老师那就很可能上去 你上的课都没人听你的 没有人认你当老师人 怎么会有机会 往上爬呢 我觉得这个人很苦逼 那后来的这个政治课 你们一直延续到你们毕业吗 政治课 课是这样 后来一直延续到了我们毕业创作 因为像 美术学院跟别的学校也一样 别的学校要毕业的话要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的时候大概别的课程全部停止 你focus在 别论文 那美术学院呢就是别的课程所有的课程全部停止的 所有的时间就让你去完成毕业创作 为了最后那个毕业展览 所以大概最后一个学期是没有课程 就是只是所有的时间让你去完成这个毕业创作 所以这个政治课分波是其中一个 蛮有趣的一个插曲 另外一个插曲呢就是 我前面讲到过有一次 第1次看到 国外的绘画的原作就是波士顿 美术馆的 一次展览嘛 在上海 看的这个展览 这个展览结束以后 他大概有一个月两个月忘了多少时间 是波士顿美术馆还是波士顿博物馆 波士顿美术馆 波士顿的museum of fine art 早几年他们那边发生一个很移动的盗窃事情 应该就是 应该就是 这个事情您知道吧 这个是很有名的美术馆 他其实藏画藏了很多 他尤其藏了很多这个 美国的19世纪的这个美国艺术家的作品 因为像比如说像大都会啊什么他藏了很多欧洲的 他当时这个 土豪 土豪建的美术馆 那么 欧洲的美术比较这个 值得收藏 所以他们很多从欧洲 波士顿美术馆是藏了很多美国画家 包括这个美国 后来的一些现代派艺术家的作品 所以这个展览呢 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国外进来的原作 然后上次我也讲到最后的七幅画给我们很大的冲击 对吧 然后这个展览结束以后呢 当时那个策展人 是波士顿美术馆的一个现代部的负责人 叫 Kanworth 看 看 他呢就被邀请到我们学校来做讲座 所以那天 下午的讲座 在这个 延展大厅 哇 人山人海 然后我呢稍微晚一点 到那个地方前面都没位置 我就在 大门进门最后一排 站在 背后 听他讲 演讲了 那个时候的学校只要来一个作家或者一个名人 演讲基本上都是 都是 爆门 不像哈佛啊或者哥大来一个什么名人演讲 没几个人 一个大厅里面空空 前面几个学生 翘着脚一会儿人走一会儿人走 那是全部爆满的 对 连这个窗 窗外也有人 垫在这个砖头垫在凳子 趴在一个窗上 来听讲座 对 那个时代的这种 这种记忆真的是 非常的珍贵 很难得这种情况 已经很难得重新出现了 是一个是求知欲 还有呢这个这个国家被 关着对吧 刚刚打开一点点 进来 出去 就要围城嘛 这个围城围太久了 打开一点粪了 这地方就是大家围在那边 所以他那天看来做讲座 我在 后面听 那 本来这个 展览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古典的 那个Kent来讲座他是现代部 他整个讲座大概有个两三个小时吧 讲的都是现代艺术作品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老外 过来讲这个 现代派的作品 我们这个老师都是讲这个都是资本主义垃圾嘛 我是非常希望我们的老师也有这种本领来讲这个资本主义垃圾 你们资本主义吃牛排喝的牛奶住着高房子欣赏垃圾对吧 今天一个活生生的老外 过来给我们解释这个资本主义垃圾我好我讲的真的他讲的真的很好 比如说有 其中有一段讲这个Jackson Pollock也在长岛的在长岛的对吧Jackson Pollock后来 开车 这个喝了酒开车在长岛出车祸死掉的嘛是美国的 他叫行动抽象艺术 他等于拿了这个油漆怪对吧在这个大的帆布上面滴油漆滴出来的 然后那个Kent当时 打出一张 他说这张是 这个Jackson Pollock最好的作品 我们一般看Jackson Pollock都一样的 打了个油漆怪嘛反正大大小小不一样但是基本都是一样的 他问我们说你看到什么地方不一样吗 看了半天好像讲不出来了他说这里面有手印 他唯一一张里面有手印 这是最厉害的一张 他有很多张大的小的一大堆反正这个只有一张里面有手印 哇这张 就开始慢慢理解啊 有手有人的痕迹人已经不存在了 手印还在 这张作品最好 讲了一大堆哇好棒 然后下面开始提问题 那 我是前面翻译过康定斯基的助手嘛 我下面还有目标还想知道更多的 理论 这本书的名字是弄医学的精神 对 我他今天把书带过来 等一下没关系第2节我们就是要亮一下 然后 前面大家在问问题 我在最后一排 最后一排 我这时候呢 很想得到另外一本书 西方现代艺术理论的书 我有这本书名 那个看在很远 前面都在提问 英语口语也不好 因为我就写这张条子 就希望他能不能 帮我搞这本书 所以我我这条就递过去 递过去后呢他看了在看了看我条打开看了以后呢就把它放在口袋里 然后继续回答问题 继续回答问题 后来也没有回答我这本书的问题大概时间太久了就是那个讲座就结束 结束以后吗老师啊什么就把他 请走了请到 外国专家 办公室去 那我们就散调 那天 晚上 学校的 保卫科的人 保卫科 敲我们寝室门 然后我们都准备睡觉了 然后就把我拖到外面 说你跟那个老外递了什么条子 我说我就问他一本书啊 他们不相信 反复问 我真的是就是问他一本书啊 他们估计我送了什么情报啊 所以呢拼命的引导你到底什么有没有什么弄了半天 我真的就是一本书啊 然后他们最后也问问不出什么后来就走了那我就回来 睡觉 那这个事情也就过去了 过了几个以后呢 有一天我到传达室拿 拿信 那时候 美国很小的 这个学校的信箱就在传达室后面 拿信的时候 传达室老头 给 给我了一本厚厚的书 这个 看真的是 看上条子也没跟我沟通 居然 回到美国 就把这本书找来了 那个时候都没亚马逊了 这本书也不是当年 当年出的 他一定是通过什么渠道 找来以后给我寄过来 然后呢 留了地址我给他 回过信 回了信以后也没有 太多来往 他也没给我回信了 所以我在 那个会场上给他递一张条子 要一本书 他后来真的把我书 寄过来 我还给他写本信 感谢他 但是也没收到他回应 那我出国以后 我后来出国以后是 立刻告诉他我出国了 然后呢 他说你 一定要想办法到美国来 来见我 然后我那时候在欧洲读书嘛 然后在读书过程当中 我也来过美国 我到了美国 第一件事情 就去波士顿看他 你也是一个很 很重情 那当然 我觉得人有时候就想不需要很多语言 不需要共同语言 但是有的人 就记得他 所以呢我那天 不是 他后来离开波士顿 去了那个 他住在那个康州 所以我就从 我那时候在 欧洲过来以后去他家康州 去看他 然后一见到以后呢 就像老朋友一样 一个热烈的拥抱 这个热烈盈眶 然后他还邀请我一起吃饭啊 在家里吃饭 然后呢就讲到他 第一次到中国来 那一天发生的事情 他说他当天晚上啊 就是那天讲座完了以后回到酒店以后 公安局来了一堆人 要他交出那张纸条 他说我绝对不会交出纸条 他说我没拿到 不知道 忘了被我扔了 那他还讲到这张纸条呢 这件事情呢是 当时的一个翻译 向保卫部门 通报 那到了他 酒店里面 问他没有 还进了他房间里面 当大概是没有这个 这个翻箱倒柜的搜查 但是多少 他的什么拎包翻开来 怎么看 就是没找到这张纸 所以这张这件事情呢 他一直没有提 也没有跟我来 来回 写信 说这件事情 只是我们两个见面的时候 他才告诉我 这么 这么件事情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这很像电影故事里面 美国人 有这种英雄主义 他去了非洲 去了越南 去了这种贫穷的国家 那边受压抑的一个 一个部落 我这个村落 还有一个 一个年轻人 他帮了他的 很大的忙 他是 他是一个美国的英雄 所以我跟他后来保持很长时间的 联系 沟通 他前两年去世 他后来从康州搬到了佛罗里达 后来大概是高水压 什么心脏病 这个 去世 这也是当时发生过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问他要了一本书 递了一张条子 但是在 不同的人眼里面这个动作意义不一样 对我来说呢就是问他要本书 对吧 他呢也觉得有人要本书 其实你也是很貌视嘛 很大胆嘛 一个陌生人 问他要一本书 没有前面有很多在问问题啊 因为我在最后啊 我英文也不好 这个英文的这个书 书名作者 这个名字都 这个口语不好嘛 对吧 所以我只能写一张条子给他 但是别人看到这张条子 放在口袋里 也没再打开来讲啊 这个什么问题啊 这件事情就变得很神秘 然后就来找 最后是没有找到 我觉得他最后是 这张条子肯定是在他什么地方 他就不拿出来 然后当时可能 这个公安人员也没有这么严格 要是翻箱倒柜的话 说不定要找出来 今天的公安就比那个时候厉害多了 那个时候的公安 还是比较小心一点 今天放发录像 看看 什么东西 全出来了 这个那时候还是 比较原始嘛 所以 新技术 也能提升 这个防范安全 控制的能力 所以这都是在大四那一年 发生的一件事情 发生一些事情 那么 要不要开始聊聊看我们这个毕业创作 好啊 毕业创作 你的画面 我们那个是对观众 你少对着我 对着我的话 你就是 只有一名的像 对 好你的毕业创作是不是有带来的那些作品呢 我因为 大部分照片什么都在都在国内 不在身边啊 所以今天没有照片 这些照片都是我们当时在学校里面的 活动 这是我们当时 举行的一个 化妆舞会 没有 那个时候的化妆舞会 今天那个都没有啊 那个时间还不对了 那个应该是 78年还是79年的元旦 时间写错了 嗯 所以那个时候很时髦 美院的学生跟你们理工科学生不一样 这个 你看陆琪扮演了这个 卓贝林 然后还有 我觉得那后面是 潘一航 扮演了什么 3K 3K党 这边有个弹吉他的就是我们现在 市中的同学 唐中仙唐卫格 他不是在美国吗 对啊 他应该在东部 但是现在 他不跟任何人联系 我们也找不到他 然后他旁边那个 哥沙克的一个骑兵 有胡子的这个 这是女生啊 陆琪啊 陆琪扮演了一个 哥沙克的骑兵 弄了一个胡子 很酷啊 旁边那个 白鹅的 血盆大口的 一个肥胖的女人 这是我扮演 那你怎么那个时候真的是那么胖吗 没有里面放了枕头啊 枕头包在身上 然后外面一件衣服 都这个服装都自己做的 所以 就扮演然后从哪 别人那借来的假发 然后中间那个 拿着大刀那个 是徐靖 他也是在 他也是在纽约 扮演那个 日本青年那个是阴城中 他是我们班上的 老大哥 年纪大了以后就相对比较保守 你看他这个 弄了一个白的 头上崩了个崩盖 像个日本青年 然后演这个孔夫子的是 是我们班上那个当兵的 愚员兵 原来是海军 东北人 非常英俊 很高大的 一个 年轻人 这是我们 那一届的 元旦的这个 化妆舞会 我觉得好像现在也很少看到化妆舞会做到这种程度 没有这么认真嘛 因为大部分就是在外面买一个什么东西 随便 好那我们来聊这个 毕业创作 好 毕业创作在美院的话跟 一般理工科大学也一样的 你要跟老师去讨论 毕业论文选择一个什么主题 那么 我们都是要确定题材 你画什么东西 老内说特别诡异啊 就说 老师跟你念到了三年第四年了 你们这帮学生最后毕业创作 你们想不想毕业 你要毕业你就老老实实 其实我们那时候想 学校里面 怎么闹怎么弄都是逗不过这个老师 对吧我就想太太平平 能够顺利的毕业 走人 离开学校以后我愿意怎么弄就怎么弄跟你没关 但是现在在你的手下呢 我们本来就想太平 过去 但是我觉得老师的 潜意识不是这样 老师觉得你们折腾了三年第四年 你们一定会利用 毕业创造这个机会 来大闹天宫 估计你们会搞这个现代派 达达派 抽象派 野兽派 会要大闹天宫 所以他在expect 等待这一天 然后看 我们两边怎么斗 最后 一定是他要把我们制服的嘛 所以在这种气氛当中 其实我们 我们也知道老师一定会要惩罚你 所以我们并不想跟他 怎么斗 所以我们 希望就说这个能够平静的过去啊 那么老师不断在讲啊 毕业啊 学位啊 你们能不能过这个关 同时呢 给这个毕业创作 也设定了一些 一些啊 一些语境 要希望你们 要 现实主义啊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啊 还要最好啊 现代的体裁比古代的体裁要好啊 现实的体裁 现实的这个表现方式 肯定要比你们这个变形啊 抽象的好 现实主义 当代主义 老师 就是基本定下来的这个框架 那我们每个同学自己在创作 这艺术你要创作 一定要想这个 你想画的东西啊 啊 我的第一次 体裁呢 选的是当时的一个 一个英雄人 叫张志兴 嗯 了解的 对 啊 张志兴呢是被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的时候 被党中央 授予 新中国 最美的奋斗者 荣誉称号 当时大概有四五个女生嘛 你现在去回去看这个人民日报什么都有了 就是共和国 最美的 奋斗者 张志兴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啊 大家都在跳中字舞 大家都在舞斗的时候 非常难得的 一个女性 保持着独立思考 觉得这不对 大胆的说出来 坚持 他的观点 最后 最后被 被判死刑 立即执行 执行之前呢 因为怕他 游行游街的过程当中去刑场过程当中大概还会 发表这个 反动口号 呼反动口号影响别人所以他在 上刑场之前 火管 气管 是被 剪断了 所以他讲不出话 对 这个是最残酷的 到现在为止 大家再来回顾和想这个事情的时候都是很难以接受 但实际上在中国的60年代和70年代的死刑犯的时候啊 游街是一个主要的方式 举行大会 然后插上这个 杀人犯或者是什么犯 立即执行 插一个东西在后面 但实际上呢 有一根神速啊 是内住他的 这个地方 后面的这个 压生他的这个 军人呢 只要他喊口号 随时就可以跟他内住 这种情况是相当普遍 因为之前发生了 一些死刑犯喊口号 但是这些死刑犯都说没有喊反动口号 他们喊的是毛主席万事 这个 很可怕呀 一个反革命的一个杀人犯什么东西他死刑的时候 他喊的口号是毛主席万事 这个不能行 那是最大的亵渎了对吧 所以他们认为这种行为 是最不能接受的 即使那是那些死刑犯 自己感觉的最后一个希望 就觉得如果我喊一个毛主席万事 我这个命 能不能再重新回来 这是我的一个想象 我也曾经问过一些这样的人 但是不管怎么样 像张志兴这样 那就更加直接的把他喉口给去掉 这种情况 是非常罕见的 也太残忍 也许你刚才讲的是这些 一般人想象那个毛主席万事啊什么共产党万事啊最后还有流条活路对吧 但是真正懂的人他是不这么来的 你像徐秋白 对吧共产党主席死的时候怎么样弄杯酒给我喝 此地很好 他也没喊什么共产主义万事 什么东西等等 弄杯酒喝对吧 吃一顿 然后呢 选个平点的地方 此地给我结束 徐秋白是写多余的话呀 他都是从这个人性的角度反思了自己的这种革命的行为 所以他对人 人性的看法人生的看法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再回过来讲张志兴啊 他是在 建国70周年的 最美奋斗者 所以我当时选的题材是 华张志兴 那么最初呢 设想当中也很多 上刑场 还是在平时生活当中 还是在坚持 等等 那种是觉得 太写实啊 其实反映不出这种 艺术的这种 艺术性 艺术需要表达情绪 表达这种 艺术家内心的这种这种感受要来表现的 你要是太现实 就想讲故事 当时有这么多照片 你还去重复现实干嘛呢 所以 我几次都推翻 推翻以后呢 受到了另外一张 挪威画家 孟克 有一张画叫呐喊 有时候叫呼唤 就是有一个人在呼唤 然后呢背后呢 红颜色的晚霞 这张画很有名的 他是个四季末的呼唤 我就 我就觉得这张画其实蛮反映这种一种 情绪的 所以我呢 画了一个张志兴 人呢稍微有点点变形 这个人呢有这种压抑的 要想挣扎的 然后 他整个背景呢全部用非常厚的红颜色 因为当时 翻译过康定斯基的书嘛 就知道 我艺术里面的很多 颜色元素都有意义的 红色是力量 很强烈 所以呢我整个背景就是 全部是红色 大红色 而且 很厚 优化 所以我当时想表现的就是 他不是现实的 他是他是带有一种 一种情绪与 一种 氛围在里面的表现张志兴 压抑着 压抑着 然后后面旁边都是红色 然后跟老师开始开会来 来那个 分析你的这个主题的时候 当场就被 就被枪毙了 他说这个 张志兴 这是一个 英雄人 你这样的表现方式 这样的表现方式 这就是红色恐怖 其实我在表现 是在表现这个 一种压抑 一种想奔放出来 这种 是艺术表现的 但他就把你联想成 红色恐怖 我都根本就没有想到过红色恐怖 这四个字 这个红色恐怖没关系的 这就是表现一张 一张话里面就是一种情绪而已 就像这个孟克的这个 呼唤 四季末的呼唤是一样的 那怎么办呢 没有通过 那你还得重新再思考 啊 我们班上很多同学都是没有通过他们 再来 再来换个主题嘛 我想一想就想不出更好主题 然后我还是想 画张志兴 我觉得这种 精神 他这种精神很值得我来 表现 因为我很佩服这样的人 所以我就改变了 我想你既然叫我红色 恐怖那我就不恐怖 所以我第二次一张稿呢 把张志兴很写实的画出来 然后画出来跟天 跟天上的云 几乎连在了一起 非常淡的 清淡的几乎是白颜色 像一个像个影子一样在这个云上 我想表达的是说 很纯粹的啊 洁白的生命 很崇高的 永远存在的 跟蓝天跟白云永远在一起 这么一种东西 这样 第二次又来审稿 确定你们这个主题是不是能通过对吧 那这次跟前面不一样 前上一次是当场就枪毙了 红色恐怖 那这次呢 把我这张画放了 最中间很多同学的话 放最中间 来了很多老师 站来站去 看来看去 交头接耳 还有耳语 弄了半天以后回过来说 你以为我看不出 你在想什么 我以为他看出 我在想什么 他说你上次来 红色恐怖 这次来白色恐怖 他要跟你作对也没办法 世界上总共有这帮人啊 他们就相信 相信有这种 阴谋论 对吧 你原来来一个红色恐怖 被我看出来了 现在来一个白色的 白色恐怖 我告诉你我真的是没想到后面这个东西 跟我跟我的思想完全不一样的 我本来在想 红色恐怖 红色不要我也可以换 但是要换个东西我喜欢 所以我就改变了这种 前面这张压抑爆发 而且把它变成 挺崇高的挺升华升到天上去了 人和云 又是很洁白的 画面挺漂亮的 比较起来是比第一张要好很多 结果他们 反复在里面看 交投借而讨论 最后说 明白了 你就想跟我们走对 你这次来白色恐怖 不行 又否定了 所以第二次又否定 那怎么办呢 那只能再想啊 你 还有时间 你你总归得通过这个 毕业创作 能够毕业吗 那我后来就要求说 哎我我还要早点时间去体验生活 就当时在讲四个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里面最重要是科技现代化 所以呢我就选择到了南京化工厂 南京化工厂是当时是一个中国比较大的一个 很现代化的先进的一个化工厂 我当时体验生活 所以呢我到南京化工厂体验了 大概两个礼拜吧 体验生活 看这个工厂 看他们这个里面的这个科研人员怎么在做 研发 然后回来以后呢 就确定一个主题 就是科科研人员 这个为了四个现代化 做科学实验 然后这个主题 被通过 因为符合当时的 主旋律 四个现代化 所谓的政治要素 对 四个现代化里面最重要的科技现代化 对吧 虽然构图啊 这个情节都还没出来 但是这个主题通过了 所以我的 别创作呢就画的是 这些科研人员在做实验 然后画的非常写实 他们估计我肯定会画非常大非常恶劣的这种 恐怖的作品 但是呢画的 非常非常写实的 一群科研人员 在做科研科学实验 然后呢人 其实这个画的本身呢 因为非常写实 而且非常死本 没有生命 这些科研人员都像一个死人 一个活死人 在那边做事情 这个画面你会看出去会觉得 画的很写实 技巧还不错 到底什么意思 整个气氛里面就是 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在里面表达一种无声的反抗 跟今天的躺平主义也差不多 你说这个不能 那个不能 这次红色恐怖 这次白色恐怖 那我就主旋律 是现代化啊 你说 古代的体裁最好不要 最好是现代的 我是 今天的 今天又是科学家 在这边 我全部符合你的条件 对吧 这个说我在里面 这张画里面 附了多少感情在里面 我告诉你 我是没感情 我完全就是躺平 你叫我怎么画 我就怎么画 所以 一堆大概六七个科学家 在做实验 就是 空气凝聚的 生命 是不存在的 这么一张作品 那老师问我你到底什么意思 四个现代化科学 对吧科学家做实验 你说我 我里面有什么情绪有什么在里面那你自己看 我认为他很好 他也没法保证 所以我的作品是这样 我再举例子 林林 林林现在不在了我一定要替他说话 林林的第一次拿的这个主题呢 他是从 辽灾故事里面 选了一个故事 辽灾里面有很多鬼故事 对 他选了一个叫席方瓶 席方瓶的故事呢 视觉上是有点恐怖的 就是把人啊 切开 把鬼啊人啊切开 剁开对吧 所以林林画了个席方瓶 中间有两个人 中间那个一个男的 席方瓶 有两个鬼 拿了 拿了一个句子 把这个人 遇了一半 从这个 头上面聚下来 聚到大概 大概腰部 正好要准备裂开了对吧 人还在中间 地上还躺着一个人 已经切成两半了 然后那张画 拿出来 第一天 拿出来就被 枪毙了 说这个 说这个 你在学里面四年了学的是美术啊 美术是关于美啊 把人切开画 对吧 上面地下的人还有一段 还有这个 破面 破过来 泡面也也画出来 这是什么 丑啊 你学了四年美术 美术和丑术都不知道吗 所以 当场枪毙了 那么我后来不是有第二次这个张智星也白色恐怖也也被枪毙了最后这个 弄了一张这个科学家 那么零零是花了很长时间很长时间一直想不出要画什么 要画什么 然后最后一次 确定这个别装作主题的时候呢 他画了一张 一张室内 一个小姑娘在 学的弹钢琴 我看过来 你看我这样画的吧 很可爱的这样画 一个窗户窗户外面天上 蓝天白银 这个有有羊柳树鲜花还有小鸟在飞 题目叫我们的生活比蜜甜 那时候正好是有个流行音乐 非常著名的流行音乐就叫 我们的生活比蜜甜 所以这时候画还没画完吗 是草稿 所以呢 反映的是现在生活啊 原来上上次聊灾是过去的 我觉得零零选择聊灾其实是有他心里的含义 他这个四年 这种压抑 就像把人切成切开 如果他画个字画像切开 老师会知道这些鬼都是我 是吧 他选的一个了在放那 他选的这个题目 他一定是他有他自己的含义在里面的嘛 这个 我们 同学之间的非常明显 老师 大概也没有完全看穿了 所以他就说 这个丑术 我们教你是美术 那最后他拿了一张这个 草稿 就是我们的生活比蜜天 总算通过 总算通过 然后他最后的这张画呢 他画的是 颜色很天真 有点像儿童画 其实他那时候 他挺喜欢 那时候挺喜欢梵高的 他要从这种 复杂的思想当中 升华出来 像梵高这样很天真 对吧 梵高画了很多 游地员啊 什么他的保姆啊 什么这些 木 木匠啊 然后再加上这个 他周围的这个 他他在法国南部嘛 法国南部的很多 那个花 什么向日葵等等 零零就开始 他自己喜欢音乐 他一直弹吉他 对吧 小姑娘弹钢琴 脚还翘了很高 我记得 脚的这个大拇指还 翘在那 这个 整个画风呢 也是挺很天真 没有像梵高那么重 但是很天真 有点儿童画色彩 颜色也是 蓝的红的非常明确 挺美好一张画 他们觉得 你是故意的 我们你的功底这么好 你本来应该画非常非常写实的 怎么会画成这样 所以你不管怎么做 学校里面都不满意 老师都不满意 因为他在 他的期望 你来跟他作对 那个时候的学生 中间的矛盾呢 远远不如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矛盾 那种矛盾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到底是人性里面哪一部分 尤其是在那一个变革的时代 大家都称谓的一个期待的变革的时代 但是那个时候的老师 还有政治辅导员 还有这些人的角色是很奇异的 很奇异 你觉得 若干你之后你再回想这个事情 你觉得这是人性的哪一部分 我觉得人在不同的 体系里面都会不变成不同的人 嗯 然后这这些人在一个扭曲的体系里面 长期这么待下去 他就会变成这样 因为我我我现在做创业投资嘛就是研究人啊 主要是投资人 所以有时候也会找一些心理学家 跟他们学习人 等于是怎么变的 比如说有一个理论是叫 犯人理论嘛 好像当时的一个实验是哥伦比亚大学 就选了两组人 一种呢是 犯人 监狱里的犯人 一种呢是这个监狱里的这个 就是这个看管 所以大家这两组人呢 大家就是努力的去 角色扮演 所以比如说我要扮演这个犯人 你要扮演这个 这个预警 所以你要变得很残酷 那我也会反抗 我也反抗 当时大概这个实验大概是有有几十个人 只有一个人逃跑 一个礼拜以后 一个礼拜以后 他这个犯人本来都是同学啊 正式人 就变成两拨人 然后一拨人就是变成了犯人 一拨人就是变成了 预警 他是非常著名的一个 心理学道理 所以我觉得一样的 因为那帮人他就想当预警 所以他就想把你们当犯人 但你不想当犯人 之间就有矛盾了 要不然老老实他叫你画现实主义就画现实主义 对吧 他叫你干嘛去干嘛 那就一点都没问题 但是但是你们这些 犯人 犯人 你是犯人啊 你怎么还这样 当然在这个教室的环境里面不像这个做这个实验里面是明确告诉你 你是这个 预警 我是犯人 然后你反过来想啊 当时这个还有其他的美术学员比如四川美术学员 他们出来了很多作品我们现在觉得很搞笑的 罗宗立的这个 父亲 父亲 你这是美国现代造像现实主义 超来的一个技术 一定是套在一个老农 身上 然后他的话呢 到处被 被出版啊 看话的人是不懂美术 也不懂美术怎么发展 他在里面拼命寻找这个含义 哇这个指甲这么长 身上都是这个脸上都是这个 皱纹啊 这个 老百姓这种 创伤全来的 他在里面寻找这个没有美感的 你像还有这个什么 高考 有一张高小华谁的一张高考 对吧 大家的高考 有这么多照片了 绘画的功能早就从 写实 记录历史 已经被相机取代了 为什么还要去画这种画呢 那现在 为什么有资本主义垃圾 因为他在 表达自己的情绪 他在不在表现这个 社会上的各种 啊 这个 抗议活动啊 或者怎么样 这有大量的照片 纪录片 你艺术就是最后 是来表达 艺术家 自己的感受 自己体会 自我表现 他不是一个 宣传工具啊 不是别人用来 宣传一个什么 表达什么工具 我不是你的工具啊 我不是你扫地的人啊 我是个艺术家 我要表达我的情绪的 但是在那个时候 甚至在今天可能还有很多地方 大概都不太不太理解 什么叫艺术 比如说延安做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啊 这种讲法 我相信这些人 比如艾未未的老爸 也在那 对吧 他到今天 还活着的话 我觉得他都 他都不大会相信 因为我爱情我碰到过 他是非常愿意表达的 这么个人 非常愿意表达 当然他当了官 他可以这么表达 如果把他放在监狱人去 他大概会重新想 什么叫表达 你作为一个工具的表达还是你作为一个个人的表达 这不一样的 什么叫艺术家什么叫工具 好今天我们的这一集已经是一个 多小时了啊 或者是 差不多一个小时 但实际上在大学里面 从余学那种 沉默的一种 美梦般的一种 期待 然后到了进入一个真实的同学 互相熟悉 有的是成为了很好的一生的友年 有的也满下了很多的恩怨 有时候你只要看同学 一位同学就 关系好 有时候为了一个牙膏都可以 一辈子的愁 但是现在想想很可笑 但是当时候的 那种 生活的特殊的状况 实际上同学之间也留下了很多很复杂的这种记忆 这是人性的一部分 但是在当时候的学生 和老师的关系 其实 在今天 可能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再重复 另外一种方式可能带有更多的投资色彩了 是不是 但是大学里面的更惊心动魄的还不是这个 更惊心动魄的是 毕业以后你被分到哪里 对 这个惊心动魄 和当年的那些 下场之前要返程 那个过程还要来得 激烈 因为它在更加引起的一个空间里面发生的 那几乎就在当时候看起来 决定了你一顺 你不像现在你分不到哪里我会随时跑 对不对 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下一集啊 希望您跟我们来讲一讲 更加惊心动魄的一幕 我相信我的很多的观众 能够体会到这一点 能够感受到这一点 我虽然比你们晚一点 但是对这样一种经历 我是有很多的亲身的体会 但是我还是下一集听您的来讲故事 好吗 谢谢扎立先生 谢谢我们的制作人员编导 谢谢我们的观众 收看我们这么一个 这么长的 关于艺术 关于这个艺术学生的这一段经历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专业 也许你 如果你是我们差不多的 同一代的年龄的人 50年代60年代的人 你应该有很多的 共鸣 谢谢 谢谢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观众